新加坡的牛车水有很多餐厅和食店 而当中最出名的一定是这间古迹café 由新加坡第一间中医院活化改建而成 café现时还保留着中华医院的旧有外观 店主还特意找红灯笼、白纸柜、针灸小童仁和巫师等摆设 来布置 每个角落都有中式元素 café主打沙律、三文治、拼盘等健康轻食 这里的面包全都是碰到新鲜焗制而成 例如汉堡用的Brioche吃得特别松软 法籍店主特别推介这道菜式 法国长贵面包和法式鸭肉酱都是自家制 如果要学地道的食法 可以先用手撕开面包 再塗碗鸭肉酱在上面 面包酥脆盘在你的酱里 入口很滑又不利 同几个朋友来就要试试这个拼盘 里面全部都是芝士和烟肉 而最多人叫的就是这个用灯泡玻璃瓶装的drinkable idea 店主教练喝之前要先摇一摇 再打开手机的电筒功能放在平底 地体的Igable